我們現在在台中靠近逢甲夜市的地方 太開心了 又有一個我的車友 XC60的車友 要跟我們分享他的這台愛車 直接開門 Hey Johnny 哈囉 那我們就直接上路去試開看看囉 Let's go 今天太開心了 我們今天來到台中逢甲夜市 這附近 試到這台這個是我們車友 Johnny的愛車 這台XC160 當時在買這個車之前 你是開什麼車 開那個Lanover Lanover Rangelover 是 那個車子也算是休旅車啊 怎麼會想要換這個車子 因為想說這個是一個比較安全的車子 想說 Lanover不安全嗎 Lanover非常安全 可是它的油耗會比較大一點 然後這個也比較低調一點 是 我發現喔 會買Volvo的車主 滿多是那種比較低調的知識分子 或者是比較低調的有錢人 所以當時買這個車 要買這車 有去看別台車嗎 有什麼口袋名單嗎 沒有 就是直接 直接就買這一台 對 因為這是比較安全性來講算是最好的 安全性最好的 因為它當時候 就已經有那些主動配備 ACC 然後還有什麼 車道偏移警示 一般的 對還有更車系統 更車系統這些全部都有 全部都有 OK 那就是你開這個車子到現在 有什麼樣子 感覺有什麼優點 這車子我看沒什麼在開 你在開7萬多而已 是 長年都在不在台灣 對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國外 國外聽說也很精彩 是 聽說有一些很特殊的車種 是 改天有機會我們去紐西來 好的 介紹一下 歡迎 那這車子到現在你開起來 你覺得有什麼優點 它就是曾經在好幾次 在路上行駛的時候 有摩托車或汽車 突然插進來的時候 它會幫你做很安全的 一個殺停的動作 殺停的動作 我 雖然說我這一段時間 因為我那個 XC60 跟你這一模一樣 你這是旗艦版 我那是豪華版的 雖然沒有ACC ADAS這些配備 但是它還是有City Safety 就是 碰撞的時候會警示 幫你煞車 幫你殺停 有幾次我是沒有真正的去碰到 可是它就警示一直叫 很大聲一直叫 這是困擾之一 對這是困擾之一 然後那天我就是 我朋友坐我的車 上車 然後坐 就這樣開喔 對 要停 我已經煞車了 可是他可能覺得 我沒有要殺下來的意思 就一直叫我朋友 嚇死了 發生什麼事 車子發生什麼事 這個就有時候是一個困擾 對不對 因為之前有時候 困擾的時候會把它關掉 會把它關掉 可是又怕 可是當你發生過一次之後 你就不會把它再關掉 所以這個遇到了 才知道它的價值所在 對 那還有其他的優點嗎 除了這個City Safety的部分 空間啊 操控啊 操控跟空間都還非常好 然後它的 其實它的維修跟保養 也都算是 不是說像之前傳說的這麼高 都還是 我們都是自己去外場保養 所以 只是換機油 跟換一些機油型 跟耗材 所以基本上 目前它現在沒有什麼 你覺得保養部分 沒有想像中這麼貴 對 想像中是 可是我聽到你之前的那些 你剛剛講的那些車子 你其他的車子 我覺得這應該算便宜的了吧 是啊 剛剛你講的那些車子 那用起來 對 但是紐西蘭本來就比較貴 對對對 那邊的工資一個小時 都要大概台幣兩千塊左右 一個小時兩千塊啊 都是算小時的 喔 我換個歐油 要花幾萬塊 至少基本上起到一萬多塊 所以我覺得台灣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很好的地方 OK 空間你也覺得不錯 空間很好 空間很好 後面坐三個人都還不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它的車體是比較屬於寬體 對對對 車子蠻寬 雖然車長不長 可是車體是蠻寬的 所以坐三個人 它不會覺得擁擠 也不會覺得怪怪的這樣 對對對 那操控的部分呢 操控部分我覺得 差強人意 都還算是可以的 還算可以 這個喔 因為我本來上一台車 我是開那個 Voswegen的PASA 然後又買了 我前陣子又買了一台 納智捷的S5 都是房車 我那車子喔 操控很好 但是我換到這個 我反而覺得 因為可能底盤比較高啦 所以我覺得說 這個開起來還是比較晃一點 不過習慣呢 這種高底盤的人呢 他就喜歡這種 欸這個 視野非常好的感覺 他比較有寬過的視野 看起來比較清楚啦 對對 比較清楚 而且你比較能夠知道前車 對 而且像我昨天喔 從桃園開來這個 單化 就中部 我看到旁邊的那種小車 欸我都覺得 好像那個車子 被我這個不小心貓到 我就 我這好醜用的感覺 OK 那這車子 就是空間也好 動力也好 還有操控也好 安全性也好 你都覺得還不錯 那有沒有什麼缺點 你覺得 因為房間就是傳輸了 它的有一個很玻璃的變速箱 還有就是它的存動軸部分 這個就是我們要特別做的地方 那有一些通病 覺得說比較需要去注意 對 就是它在出廠2012年到2016年的這一批 它是用福特的一個變速箱 但是你只要是有準時的去換油 它就會稍微 我覺得你這個變速箱很順 很順 比我那個還順 因為這個才剛剛換過油 所以有換油有差喔 換之前你覺得也是 換之前會頓頓頓 然後稍微不是很順 然後剛換之後就覺得 差很多 那我也要趕快去換一下 我那個前車主可能沒換 所以你覺得只要把這些 你剛講傳動軸 還有這個變速箱的問題 把它克服掉 或者是按照時間去處理 對 這個部分你覺得這車子還挺耐用的 是 OK 因為它的很多的東西 都是跟福特共用 所以它的零件並不會說很貴 嗯嗯嗯嗯 那這個車子 除了這個部分 還有其他的缺點 我先來講 我覺得 讓我感覺最明顯的就是油耗 是 它跟房車的油耗差好多 哈哈哈哈 因為它畢竟是一台 中型的休旅車 我覺得是它太重 它是市區 哇這個 可是它真的是很安全的一部車 很安全 它的板心很厚厚重 很厚 光是這個重量 光是開這個車 不要想說什麼 你剛開那個車門 你就覺得怎麼這麼重啊這個車門 然後開在路上 你就覺得這車子很沉穩 對 尤其是它在側門 有很多的這個 防撞的那個衡量 鋼梁 鋼梁 因為我車門本來有一些這個 一個墊子 就是一些凹痕 嗯 想要去叫人家說那種 可以用 可以用下面的箱去勾 勾出來的 喔 你剛剛有看到有一點的那個 可是它說你們這個裡面 全部是鋼梁 沒辦法 它沒有辦法去把它 用那個 一些特殊儀器 把它給 把它的凹痕 用恢復 沒辦法 沒辦法 它說那裡面都 剛才卡到 所以 那這真的是 這真的是一個好處 但是 沒辦法處理就對了 是 OK 那我剛開了你這台 我覺得 你這台馬力 你這不是T5的嗎 是 T5不是跟我那個是一樣的嗎 我怎麼覺得你這台 更有力的感覺 踩下去 那個 感覺是比較靈敏的 對 你有去做什麼升級嗎 因為我去 那個德國 訂了一個這個 Racing Trip 一個套件 Racing Trip 怎麼 那它怎麼升級 要裝在什麼地方 它是直接在引擎室裡面 它有三個一個連接點 接你的引擎的節氣門 跟去走的感應器 它接到這樣之後 直接接上去就感應器 就直上 那接上去了以後 不用做什麼設定 直接它馬上去 那個馬力就提升了 對它可以跟手機 跟它做一個連結 有手機可以去看它現在的狀況 對 看你是要是Racing模式 還是普通模式 還是節能模式 節能模式就可以更加的省 喔 所以 這個東西是有辦法改的 就這麼簡單就改了 對對它 你這台真的開起來跟我那個 完全不同耶 對 它只要超過3500到4000轉之後 它開始會拉轉 它把引擎的那個 渦輪的鎮壓值 給它打大一點 喔 難怪 因為你這車子我剛開下來的感覺就是 第一個 你變速箱很順 對 非常的順 然後再來就是 你這個馬力 我覺得比較靈敏 是 踩下去就直接 彈出去了 是 喔 就是這個感覺 就是這個感覺 那所以差不多就 我看油耗還有保養 你也覺得還好 是 妥善率呢 這車子到現在 除了你剛講那兩個東西 變速箱還有 這個 傳動軸 對 你覺得會比較有疑慮以外 對 也還沒壞嘛 就是有疑慮以外 其他的呢 其他的都還好 只是 有壞過什麼東西 只是換過電瓶而已 電瓶 電瓶 電瓶是耗材啦 電瓶怎麼算 電瓶它大概是 壽命多大概是兩年多這樣子 兩年多啊 對 這是我的平均的 就是到目前為止 換過三個電瓶 可是你都沒什麼在開啊 電瓶本來就比較會壞啊 所以我出國的時候 有時候會 會中業開關把這個電瓶的電瓶給它 關掉 你就等於把那個 拔掉對不對 對 我中業的開關就是 比較容易開用關 所以前面有那個 有一點類似暗鎖 對對對 OK 那這車子的優缺點 差不多就這些了 好 非常好 非常好 它是Sony的Action Cam 它整個 雖然到這邊 可是它的角度很大 這差光效 難怪 效果非常好 它比 我覺得它的角度 比那個GoPro大 哇 那又回來了 我們現在在這個 這條是什麼 中章 半速道路 開 剛剛這樣子開喔 等於說 直接踩下去 這台車就噴出去了 你當時在買這個車子的時候 這馬力已經240匹了 是 非常夠力了 結果你現在改那個 弄下去 如果實際上它的 理論上它的數據應該是多少 它上面的這個 順便速寫說 可以是叫35%的這個 馬力跟牛力 35喔 那不就大概300匹了 是啊 可是可能有一些是心靈上馬力 心靈上馬力 但是真的是有增加很多 看起來會覺得比較順暢 對啊 你這車子比我那個順多了 就是 那個整個動力的 銜接性 非常非常飽滿 我們剛在這樣子 瞬間加速 一百 時速一百多的時候 再加速 那個貼背的感覺還是很強烈 是 這車子比較重 如果 你在速度再快的時候 大概一百 一百一 一百二的時候 你要再加速它會比較顯得 比較力不從心 是 但是它這一台不一樣 改過今天的就是不一樣 而且它變速箱 真的是好順喔 是 完全不一樣 那剛剛有稍微 跟那個Johnny聊了一下 就是說 你在那個 澳克蘭嘛 是 澳克蘭是經營這個房地產的 是 我們台灣人齁 就很嚮往那種 好山好水的地方 你在那邊 如果說我們一般台灣人 要去那邊買一個房地產 就房子 有 就是有庭院的 然後不要離市區太遠的 太郊區的 或者是 就像國外那種 電視上面在保 大概一戶要多少錢 我是找齊去的 找齊去的時候 那時候地都比較大 然後房子都 大概台幣大概一千多萬左右 一千多萬可以有庭有院這樣 對對對 可是現在目前應該就是 很多人想移民過去那邊 所以他的房價也是更多 你說很多人 應該是大陸人吧 都是大陸 大陸都是去掃 直接掃下來對不對 是是是 然後他們去的時候 就 那個房地產就是 很多人講過之後 就會慢慢的升高了 整個就 價格現在已經 對 價格現在都 基本上都是扭幣大概一百多萬左右 一百多萬換成台幣 台幣大概兩千出頭 兩千出頭 這個離奧克蘭市中心大概多遠 這個大概 離奧克蘭市中心大概二三十分鐘左右 二三十分鐘 算是 可能是 台中到 彰化的距離喔 是嗎 類似於台中縣的這個觀念 台中縣的觀念 之前台中縣的觀念 那如果要買到奧克蘭市中心 那應該 會稍微再往上增加 因為他們那邊也有所謂的這個 可是外國人不是不喜歡住市場嗎 我以為市場是最便宜的耶 市場大部分都是公寓的 公寓 都是給那些上班族跟學生所住的 好 因為他們就是去學校跟上班比較方便 比較方便 他們用在開車 好 他們就直接走路就可以到車 好 我現在就是在 有一些朋友住國外 他最近買了一個 就是他住PERS 在澳洲 西澳的部分 他們買了一個房子 哇他買了一個房子 我聽到那個價格 我想 哇你這個價格 我們在台北 只能買一個套房的錢耶 看到他那個照片 好讚喔 真的有能力的話 真的也希望說 可以到國外去治個禪 到時候有機會去奧克蘭 再去跟你請教一下 沒問題 歡迎歡迎 對啊 聽說你奧州 你那個紐西蘭的 這個車子又更精采了 這個一定下次有機會 我們現在也希望說可以 累積多一點國外的好朋友 是 到時候我們來安排一個特級 就是去國外 因為國外有一些車子 台灣沒有上的 是 那如果可以的話 到時候再請這個Johnny 來幫我們當一個導遊一下 這個絕對沒問題 OK 那我們今天就是很開心 來試到這一台 我終於找到 這個車子應該要有的 這個順暢的感覺 因為我剛接到那一台車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雖然它是雙離合器 本來應該就會有頓挫感 對 這個是正常的 跟CVT或者是AD變速箱 理論上應該會頓一點 可是我一直覺得是正常 可是我開到這個車以後 我發現變速箱油真的要去換 每六萬就要換一支變速箱油 對這個是我上次去問過 他原廠的技師 原廠技師建議 很強烈的建議 很強烈建議 說這個變速箱油一定要換 一定要換 OK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好好的把這個變速箱油 讓我處理掉 我覺得我那車子應該就會順很多 對 好啊 那我們今天等一下再去繞一下 今天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有機會 有更多 最近 明天又有一個S60的車友要跟我分享 最近某某怎麼那麼多 太爽快了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你都看完了 還不趕快訂閱 趕快訂閱吧 哈哈 本節目是由張首安醫師團隊 小星星講製作 有任何減肥問題歡迎參考聯絡資訊